今天林前新北市退山发生了连环车祸 那么当时有男子开车载着女性有人来出门 但是行经了明治路二段 车辆突然打花 当场撞回路旁一共是有26辆机车才停了下来 警方到场就发现这肇事驾驶身上满是酒位 经过酒侧发现 果然又是酒驾肇货 凌晨时分 一辆白色轿车在路上高速行事 接下来却突然失控 左切冲向对向车道 撞了几台机车还不够 车身左右摇摆 又横扫了停车隔离的机车 最后才停下来 数一数26台机车 就像推骨牌一样全被撞回 碰得一声巨响 附近居民们却都跑出来查看 这下不得了 机车都被撞毁 满地都是零件 事隔一天还是有不少受损的机车留在现场 还见到有车组重回事发地就是要来看看爱车 这下维修到底要多少钱 这起意外发生在17号凌晨一点半 新北市泰山明治路二段上 肇事的是36岁翁姓驾驶 载着女性有人出门 开车上路突然失控 警方或报到场立刻对他进行酒测 发现他酒测值高达0.48 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车货现场一片狼藉 这下不止肇事驾驶的百万名车 需要一笔维修费 其他的26辆机车 粗估赔偿费用可能也要上万块 但他不止荷包吃血 还得再持上一条新责 记者旅游杰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